這樣子我們OBS都有錄過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OBS有少一個東西 叫做剪接 難免會NG啊 對不對 NG的怎麼辦 然後重錄 我只能跟你講 絕對不會跟D是一模一樣 會錯在不同的地方 不管你是長還是短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就是盡量剪接 那既然他沒有提供那個剪接的軟體 所以我們這邊有幫大家準備一個 找到一個這個叫做Active Printer 這裡 所以我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讓他成為他的最佳剪接影片的幫手 因為這套軟體真的 我不用講太多 你不小心就會你知道嗎 因為他跟各位用過的一個軟體很像 叫做PowerPoint PowerPoint有沒有人不會的 不會的應該就不會讀中證了嘛 很難對不對 好 你看我把它打開 有中文 事實上他這一套軟體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製作數位教材的軟體 數位教材的軟體 剪接影片算是他裡面完全免費的功能 那這一套軟體裡面呢 如果你有用到付費功能 他也可以用也沒有使用期限 只有在輸出的時候 如果用到付費功能的話 輸出就會有他們家的一個浮水印在上面 如果你用的是像我們剪接這一套這邊的功能 他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的浮水印 這樣了解了 好 所以你看 你可以選擇一個像不像做PowerPoint的感覺 像齁 所以你看我把它選一個 剛好秋天的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看看你的樣板喜不喜歡 當然如果我們都不喜歡 沒關係 你就按空白的 這樣自己也有一個 對不對 也有一個 或者呢 你要完全用一個全新的 空白的 也OK 好 當我再增加 增加 你有沒有覺得熟悉度越來越高了 了解了齁 因為這就是投影片嘛 有沒有這樣上下調整播放順序 這樣OK 所以麻煩各位先找到這個軟體 好不好 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軟體 要怎麼樣來使用 有一點其實 有一點 有一點 沒有 有一點 有一點